听歌手唱歌唱得那么好听 自己在studio呢 练唱歌的时候就特别的难听 其实就是与echo有关系 本集是由 汉刘全手工制作的修行鞋赞助 没错 我们是专业拖鞋手工制作 专吃拖鞋饭 本集还由心灵鸡汤协会赞助播出 你可能觉得自己又穷又丑 一无所长 但至少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各位喜欢唱歌的朋友们 大家好 那么我是Alex 今天呢 我要来分享一下 最近很多爱唱K的朋友们的一些问题 如今因为科技很大 很发达 无论你在家 在APPAPP 在K房 在哪里 都能唱歌的时代 当然 你会感觉到你在唱K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唱K神器 或者是在K房里 有很多的回音 echo echo 哇 哇 那个声音好好听咯 但是呢 过后就想让自己的声音再进步 然后就去找了声乐老师 在老师的训练下就觉得 咦 怎么没A过的呢 怎么这么难听等等的很多很多问题 OK 就开始怀疑老师 怀疑人生了 头脑是坏掉是不是 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怎么 听歌手唱歌 唱得那么好听 自己在studio呢 练唱歌的时候就特别的难听 我的音乐梦想是 诶 这不是超级哥哥的海选现场吗 其实就是 与echo有关系的 OK 那么什么是echo呢 首先 我们现在要了解 echo其实就是 delay加reverb 各位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听懂的话就懂 不懂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要不然现在讲太多 这部影片就变成 见到那个记者哦 哩哩哩哩哩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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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哩哩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话留言 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会尽快的回答你的问题 echo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它能让你唱得很轻松又好听 尤其是在长期echo的训练下 你就会造成对自己的声音 不太了解更多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在练习唱歌的时候 尽量少用 多了解自己的声音声线 在没有效果上的情况之下 再加于改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哩 接下来就要为大家示范的是 当你听原声带的效果 就是一首歌的 本来原本的一首歌 你在CD听到或者是在MV3听到 通常歌手会用一点点的reverb的效果 OK 除非就像这首歌曲这样 需要用到delay的感觉 否则如果用平时在K房的echo唱的话呢 效果就会很怪怪的哦 废话不多说 首先我们来一段示范 studio原版的 然后我来唱原版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会再加K房的echo版的一个视频给你 让你知道它的分别在哪里 要抱你才能够入睡 要抱你才能够入睡 爱过你才能够入睡 爱过你才懂得甜蜜 爱过你才懂得甜蜜 再爱谁也都无悔 但这世界太多暧昧 太多暧昧 自由你我清楚而觉得 全都不如去追 爱到爆裂冲破了极限 世界陌生不透也不是爱你的终点 就算连心看不见 我的手会记住你的 世界陌生那一天 有你陪在我身边 就算连都听不见 拥抱就是最美的落叶 摇抱你 带了梦入睡 十年里 出生将继续 爱过你 才懂得甜美 再爱谁也都不会 但这世界 太多暧昧 自由你我 轻重而绝对 全都不如去追 爱到爆裂冲破了极限 世界陌生不透也不是爱你的终点 就算连心看不见 我的手会记住你的脸 世界陌生那一天 有你陪在我身边 就算人都听不见 拥抱就是最美的落叶 我也一直觉得慢慢不想 一直心情在海洋 一直努力抵挡 一直会那么能渴望 世界陌生不透也不是爱你的终点 世界陌生不透也不是爱你的终点 就算人都听不见 我的手会记住你的脸 世界陌生那一天 有你陪在我身边 就算人都听不见 拥抱就是最美的落叶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just wanna live my life We will OK 好吧 就自己分别哪个版本比较好听 就刚刚的两个版本 就是Echo和一个没Echo的Studio盘 如果你觉得哪个版本好听的话呢 你就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再告诉我 但也别忘了追踪我的频道 即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已经能快速的得到我们的第一个资讯哦 阿里卡通 Kamsahamira 阿里卡通 阿里卡通